陆勋独座本命宫 天狗吊克会栏杆 好把诸事多留心 诸事平安好亲近 大家好 我是财老师 欢迎来讲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在脱离太岁当头座的属兔人 在2025岁次以色列 会迎来什么样的流年 而今年属兔的朋友 本命宫迎来了陆勋星来独座本宫 复兴有天狗星 吊克星 八座星 以及栽杀星 从复兴的名称来看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以色年 对于属兔的朋友来说 是比较需要谨慎一点的年份 而且今年毕竟只有一颗陆勋星独座本宫 所以是不是就比较难安定 或是镇压这些复兴呢 没错 的确是很难镇压 因为远方并没有太好的星秀来帮忙 所以属兔的朋友 是比较需要谨慎一点 来迎接跟度过这个2025年 在事业上 属兔的朋友 要受到陆勋星的影响 基本上可以保底的稳定 毕竟他是很大的集星 而且只要能够自己真真切切的 踏实的完成任务以及工作 还有机会可以稳定中求发展 而且还有升官的机会 因为虽然我们只有一颗陆勋星作为主星 但陆勋星顾名思义 其实也不难明白 它是一颗有公民力量的星秀 而公民当然是由团队或是组织所认可的 而不是自己封的对不对 就像我们不能再加以自己任命为自己是三军统帅 然后跟外星人宣战 当然也刚好我们在远方有看到一个特殊的角度 发现有一颗匠星在闪闪发光 所以就可以透过这颗匠星的力量 来让属兔的朋友来触发自己陆勋星在事业上的力量 所以在大原则上只要本分做得好 品质做得出来 那么即使在这个不是很好的年份里面 却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发展 而对于一般类型行政工作方面的 受到远方的年幅星以及非幅星的影响 特别要注意自己做事的流程的严谨度 一定要再三的检查之后再交出去 避免一些看起来不会犯了错误 却犯在最要命的地方 举个例子来说 老师有个贵客 他是法院的书记官 他就把判决书的日期 在宣判的时候腾血错误 早了一年 导致后面他自己差一点变成了被告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今年概率那是比较高的 而对于做业务的朋友来说 今年一定要透过远方的一马星的力量 来规避掉各路虎视眈眈的雄杀之心 也就是说做业务的朋友 请在2025年非必要 请你不要待在公司里面 就是要做一些文书作业 也请花点钱 在外面的咖啡厅或是商务中心里面 办理把它办好 因为远方的一马星上面 挂了一颗果印星 那么我们既然今年的祖星是陆薰星 自然要透过勤劳 来四处奔走 才能激发吉星最大的力量 并且让凶杀之星追不上我们的一马星 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办公室里面 那就是砧板上的肉 等着天狗星来施摇了 所以做业务的朋友你就要越勤快 死运就可以越高 凶杀之力就可以降低很多 这点一定要记住 而对于专业服务的朋友而言 今年是真的比较不容易 受到远方的地上星与非联星的影响 容易在工作上受到的一些阻碍 例如工程师遇到问题 却找不到解决 或是问题它发生在哪一个点上面 而做医疗的就有可能会产生物诊 或是当律师的引用一些过时的法条等等之类的 让自己的专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而在这种情况可以透过两个办法来解决 第一个就是我们找同事来组队 也就是多找一个人来替自己把关 第二个就是每天抓出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去室外散散步 最好都是去有草地的地方散步 让大自然代谢掉我们身上的凶杀力量 然后我们再回去办公 就可能可以找到解决的方式 或是让工作进度可以更加的顺利 除此之外就只能准备用更多的时间 来检查或是复查 才能突破这个问题 所以整体而言 属兔的朋友在2025岁次乙世年 在试验上能善用老师解决方案的属小吉 如果听之不闻 反正想跟天狗星跟碎坡星来一个正面对决的属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财运 在岁次乙世年的2025年 属兔的朋友受到远方的金溃星的照耀 是会有一些财运的光芒 而这样的光芒 适合是采取储蓄类型的方式 来进行的理财活动 而除了储蓄之外 保险是必须要为自己跟家人准备足够的 因为对于属兔的朋友来说 今年复兴群的压力 怎么看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毕竟受到了本光的天狗星与灾沙星的影响 各种光怪陆驴 而且需要破财消灾的事情 真的是一件接了一件 而一般的破财 其实我们还可以接受 唯独有投资亏损 意外事故 重大疾病 这些三大事情 我们通常会比较难面对 而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对标的保险 为我们分担了风险 那么对我们人生的压力 当然可以降到最低的 而且手头如果越不宽裕的 你接着越买保险 因为保险是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 最后一道人生防线 这个在亚洲的朋友 你自己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 你可能觉得老是 你就是喜欢讲保险 岂然优天 对不对 中国的朋友 如果听过什么叫做知名的论人 叫甜甜圈的 你就知道 什么叫在欧美的地方 给医生摸一下 5000美元就飞出去的故事 简单来说 尤其在亚洲 你20年的保费 可能都不及你一次重大疾病 或是意外事故的各种花费 而属兔的朋友 今年的财运又比较单薄 所以让储蓄来累积财富 用保险来破财消灾 保护自己 那何乐不为呢 而在投资方面 属兔的朋友 你并没有太好的获利机会 受到远方无鬼心 对我们属兔朋友的本命功的影响 他假装我们就一颗吉星 他就像入无人之境 拼了命的想把我们里面的钱往外搬 所以属兔的朋友 今年如果你真的想投资 请以稳健的基础 例如购买国家级的债券 或是国家级的一些战略型基金 这对资产的保全 基本收益的保证 是会比较好的 而至于其他投机市场 你可以看月份你时运高低 再考虑要不要去进场 当然能不进场 你就不要进场了 真的要进场 请你时仓进场 不要当冲 不要信消息面 必须按照自己对产业报表的熟悉度 再斟酌进场 虚拟货币都尽量去避免 这是比较稳妥的 而在一般财务方面 务必制定预算规划 并且严格遵守 而不要去透支 千万不要透支 因为你一旦出现了一次透支 多半你会越透支越多 到后面你会难以收支的状况 整体而言 有做好储蓄并购买适当保险的 在2025年随时已四年的财运 属中平 没有买保险的 不去储蓄的 讲对冲的属大凶 而在感情方面 在随时已四年的2025年来说 属兔的桃花是真的比较淡之外 还容易比较没有自信跟缺乏安全感 因为受到本命宫的天狗心 与吊克心的影响 属兔的朋友对于自我的认知 会比较没有过去那么有自信之外 也容易觉得在团体之间 好像很没有存在感 所以单身的朋友 莫说有没有动力去追 主动去追求我们心仪的对象 就连可能有人对自己表示好感 都觉得对方是不是在玩真心花大冒险 输了 然后来找我告白 这个不要太先入为主的概念 你只要抱持着平常心 注意自己的服装仪容的整洁 大致上也不要太担心自己形象的问题 而对于已婚或是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焦虑感会异常的比较高一点点 总觉得在感情或家庭生活中 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而这份焦虑也容易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度 比较低一点 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感到悲伤跟不安 然后就引发了吵架之类的争议 老师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下班 晚上想请对方回来的时候 随便买一下 结果对方忘了 一般来说就是 你怎么忘记 不然叫外卖 但是今年的主度的朋友 就容易延伸性思考 就觉得你没有叫你帮我做事 都不帮我做 你是不在意我 或是你根本只想让我寄去煮 你想消耗我而已 或是你觉得你根本就不想花你自己的钱 你想让我花钱而已 所以你故意不买回来 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自我对自我的PUA 都容易延伸出来 就很容易陷入悲观的情绪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需要伴侣的多一点的陪伴跟体谅 如果你的伴侣是属兔的 你多陪他说说话 多出去走走 如果时间跟预算许可 你可以来一趟旅行 可以大幅的缓解 这个情绪上的不稳定 最重要的 不要让属兔的朋友熬夜 越熬夜 他心情就越差 即使是作业班也是一样 所以每一天至少 完整发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是对我们属兔的朋友 是极其重要的 整体而言 2025年岁至已四年 属兔朋友你的感情运属小修 最后我们看一下健康方面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 今年受到了天狗心与灾杀心的影响 我们需要保险 来替我们完成破财消灾的使命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健康上许可 那么老师也会建议您 定期的都要去捐血 然后在东国的地区称为献血 让捐血的力量来降低 甚至化解远方的大杀心 以及本宫的天狗心的力量 而且捐的血如果真的给不认识的人 救了命 那么也是功德报增 有机会化解一切杀心的力量 各位如果有定期捐血的 其实可能自己你都没有发现 有时候你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些 小确幸小幸运 或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会有贵人来帮忙 因为其实我们捐的血 绝大部分都会被使用掉 而一旦被使用 功德力力量 就会直接寄分进去 让我们直接扣抵 我们现在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除了有利于遇到重大事故 可以转重轻受 如果我们平时的表现也不错 那么捐血这个活动 更可以起到趋吉避凶 逢凶化吉 甚至有时候我们缺个机会 或是临门一脚 都可以因为捐血这个功德 就给你突破你人生的障碍 从此一飞从天的可能 所以能的话定期捐血 除了可以破除血光或是大祸 也是可以非常好的储蓄功德的方式 当然还是有没办法捐血的 在今年多方煞星 包含地煞星 官服星 上门星等奇袖 分多路来挑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次利用远方的一马星的力量 培养自己每一天都去公园 或是有草地的地方 去散步的习惯 例如每天上下班 我可以找一个公司附近一些零件的公园 我走过去穿越过去 穿越的时间不用抓太久 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 其实就可以大幅度的 把这些各路煞星的力量给它降低下来 而讲了这么多 到底这些煞星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上的影响呢 答案是全方面的影响都会有 尤其是素疾 也就是你过去得到的病症 都容易再次复发 包含癌症也是 所以属出的朋友是必须严格自己的自律 以及生活作息 今年的挑战是比较大的 真的是有做好准备 是很重要的 整体而言 有至少能够自律的作息的 健康运属中平 依然顾我的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属兄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属兔朋友在2025岁 是以色列的流年总论解析 在这个年份 真的对属兔朋友是不容易 刚刚脱离2024年的空王之年 随之而来的又是各路煞星的挑战 但是老师已经提前半年 告知你这个风险 所以你只要提前做好的准备 做好储蓄跟保险 还有规律作息的准备 那么必然还是可以转重轻受 趋吉避凶的 而且老师还有每个月的流月解析 所以只要跟进老师 每个月都可以帮助你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